早餐不需要复杂,但是一定要有营养 今天给家人做了好吃的蔬菜汤 胡萝卜去皮切成丁 青菜洗干净后切碎 山药去皮先给它拍碎 然后再剁成泥 给大家说一个山药去皮的妙招 我们放入开水焯上十几秒 这样去皮的时候手就被痒了 锅里面倒油,我们放入葱花炒出香味来 然后再放入胡萝卜炒到变软 炒软之后咱们加入适量的清水给它煮开 然后再放入山药,搅拌均匀 小火煮上五分钟 趁着煮汤的时候咱们再蒸点桂花糕 香甜的桂花糕搭配蔬菜汤 孩子可喜欢了 老公最近在减脂 所以给他做了个蔬菜沙拉 用这个沙拉酱简单一拌 就和饭店是一个味道的 这个时候桂花糕也蒸好了 汤也好了 我们下入玉米粒,青菜 再给它淋上鸡蛋液 撒上虾皮,搅拌均匀 最后再放入适量的盐和胡椒粉 搅拌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简单又不适应一样的早餐就做好了 方便又省事 家人吃的也开心 喜欢的朋友试一试 咱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